來,我現在已經打開了,長這樣就是三顆 欸,我怎麼那麼不會拿啊 Hi,我是Soloprene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欸,就好不容易到了這個背景有沒有 已經再也不是VLOG,OK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有看我前兩天的那個 拆箱的影片的話,你們就知道就是 我有收到,就是 也不是收到,就是我自己買了 就是,這個是我的收據 我自己買了Salon的三個女神光打亮筆 然後分別是珍珠白香精粉跟星光精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看這三個打亮筆 試在手上、試在臉上 跟我最喜歡的1028目光局的比較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其實為什麼我當初會買這三個顏色 是第一個,他們家的商品本身就是都不貴 就是我三個買下來,加運費大概是400出左右 我已經試在手上 有沒有看到這邊就是一排 就是King Kardashian住在我的手腕上 這邊呢,就是我試擦了他們三個顏色 跟1028的目光局來比較 你們也知道我之前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1028寄給我的這一塊目光局 而且這塊目光局 超級無敵容易缺貨以外 跟那個飛機長睫毛膏一樣 就我那個蝦妹朋友上禮拜從那個 美國回來 他就問我說,欸我在屈人士要買什麼 那個睫毛膏,我就說1028給那買下去 他買了跑了兩家 屈人士康尺妹都缺貨 就是買不到就是也沒有辦法 美國朋友就可能比較沒有辦法使用它 但是anyway我自己呢,是到現在都還是非常愛用 1028這塊打亮盤 然後我只能說 因為我之前不是有買OFRA嗎 氣概又不行 我只能說OFRA真的跟我想像中差很多 它雖然非常非常的亮 可是我覺得它粉質很粗 我不知道是我拿到的那塊特別粗還是怎麼樣 還是顆粒比較大的就會比較粗 好像真的是這樣顆粒比較大就會比較粗 可是我覺得以那個亮度跟那個粗度的話 我會寧願選擇這種就是1028這個 就是 就像是我之前跟你們說 就是我的打亮評分的那一集啊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Urban Decay的那個flush那一盤 就是因為那個flush那一盤的那個顏色 它也是屬於比較 比較冷靜,比較曖昧一種的一種光 就是不會像OFRA一打上去就說 ok我就是那個spalight的那種感覺 就不是那樣 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選擇 然後這一次啊我買了就是 來我現在已經打開了 長這樣就是三顆 欸我怎麼那麼不會拿啊 就是這樣 一二三顆 然後我沒有把它們放在盤子上 是因為我目前還沒有想到說 我要跟哪一些顏色放在一起 因為我當初買他們腮紅 我也是一次買四個顏色 所以一盤已經滿了這樣 好現在在我手上分別是 一號 二號 三號 所以就是白 粉 金 那這個偏橘的呢 就是1028的目光橘 不覺得跟他們也很像是一個家族嗎 好在我手臂上的一樣就是 一號 二號 三號然後這個顏色是目光橘 好首先呢我就先沾一號色給你們看 這個當然是我已經上第三層 所以就是大家沒事不要學 但是因為要給你們在影片上看到效果 就只好這樣上 這個是白色 然後這個白色呢應該算是我自己覺得 最不適合我的顏色 因為我是屬於黃皮膚底 自然膚色 所以當我用這種白色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欸 excuse me 那是立可白嗎 就是真的是一個 disco ball又走在路上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白色冷色調我會覺得比較適合皮膚白的人使用 或者是你真的非常喜歡這種亮感超級無敵明顯 你就是整個人想要活在spotlight底下的話 那這個就非常的適合你 他的這個二號啊 他其實就是我覺得他不算偏冷也不算偏暖 可是因為是粉色調我也會覺得如果是白皮膚的人用起來會更適合 然後三號色就是熔燈我最愛的顏色 就是這個三號黃色 三號黃色呢我塗在這邊給你們看 他其實他的亮感也是有 可是因為他跟我的黃皮膚非常的搭 畢竟他是偏暖色調 所以他整個在我的皮膚的融合感會漂亮很多 就是感覺比較自然 但是這個一轉過來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會覺得啊好誇張喔 然後這邊就覺得 欸這個光剛剛好多多啊厚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三號黃色是最適合 就是膚色黃的人使用 然後我也覺得三號黃色是跟1028打起來最像的感覺 因為1028畢竟我擁有的是目光橘 不是另外一個金色 所以他們塗起來雖然都是暖色調 但還是有些許的不同 這個是1028 他們兩個因為都是偏暖色調 所以他們打出來會最自然有沒有 這個我已經上三層了 他還是比較自然 這個我上三層有沒有 這到底是什麼 這很像是我貼了一個白紙在我臉上有沒有 這麼誇張 覺得這次SALONE推出的這三個顏色啊 比我想像中的好非常非常多 就是他首先他的粉質是細的以外 再來他的光澤度 然後還有因為他有冷色調又有暖色調 我覺得對於各個黃皮膚白皮膚黑皮膚的人都OK 都可以去試用 那我唯一不喜歡就是因為SALONE他們畢竟是 你知道他們就是出了很多單色眼影啊 腮紅什麼什麼之類 所以他們的出的這些概念都是讓你集合在那個盒子裡面的 那我自己就是長期這樣使用彩妝下來啊 我覺得放在盒子裡面其實沒有這麼方便 但是因為現在太多品牌都出了 SALONE也出了 1028也出了 Industry也出了 然後那個叫做什麼 我上次買了也出了 那個 Visee也出了 所以就是當大家都需要盒子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拼來拼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點矮油有點麻煩 有時候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如果你本身是真的收集他們家非常非常多的東西的話 那一整盤其實可以放粉餅腮紅眼影眉粉遮瑕的話 那其實就是蠻適合你的這樣 可是因為我本身不會一整個品牌用上整個臉的臉妝 平常啦不會 所以就是這個包裝對我來說會有一點麻煩 我覺得SALONE他們家就是一如往常的價格很便宜 選擇很多 然後粉質的話就是一般的開架的粉質 可是我覺得比開架粉質再好一點點 它的非粉狀況沒有這麼明顯 像我之前很愛的那個essence 那個glow to go 它的呢就比較容易非粉一點點 也不會到太誇張 可是跟1028跟SALONE比起來 它的就比較容易非粉 就是當你用這個刷子去刷它的時候啊 它沾粉很容易以外 你這樣敲掉它其實是沒有什麼魚粉掉下來的 有沒有 你基本上的粉都還在上面 它粉的黏著力是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以開架這種不太會掉粉的打亮來說 基本上都是非常值得購入 那你要說它會不會比較顯毛孔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我打了三層打亮的效果 我覺得它顯毛孔的程度真的非常的低 就是它這上面是1028 這上面是SALONE 顏色非常非常的像 可是它們兩個顯毛孔程度都非常的還好 這邊呢是1號跟2號色 然後雖然它是比較冷色調 可是它也不太會顯我肌膚的紋理 或是不太會顯毛孔 因為它的粉質是很細的 然後它的抓粉力很強 你看到它到現在還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當你要選那種 會不會顯肌膚紋理的打亮啊 我覺得就是看它顆粒的大小 跟你想要的光澤感的感覺 那像SALONE這一次的1號 我覺得它完全就有達到那種歐美感的 浮誇式的打亮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追求浮誇式的那種打亮的話 1號真的被了不起 它真的非常的浮誇 它是非常浮誇 可是顆粒又是小的 所以不會顯你的毛孔 你也不用擔心 你一擦上去整個就是圓形畢落好不好 就像我拍影片一樣 很多人都說是看到我的毛孔才決定訂閱 因為毛孔就是我的一部分啊 我要怎麼讓你不看到對不對 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歡是這種超級浮誇的歐美打亮的話 1號就是買下去 然後如果你是不知道自己喜歡冷色調還是暖色調 你就想要就是OK中間剛剛好 就是想要有點浪又不要太亮 又帶一點粉嫩色感的話呢 2號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我覺得這個顏色就是不挑膚色幾乎都可以 然後3號色就是金黃色 這個金黃色擦在上面是我覺得我最能接受 它的亮度對我來說是最剛好 然後它剛好又是暖色調的打亮色 我最喜歡 然後它跟1028的目光矩在我臉上 我覺得幾乎看不出來差別 只有在手上可以微微看出差別來 其實這三個買下來是家運費400塊 我其實是非常滿意 你會問我 如果你問我到底推不對的話 我會覺得OK可以買 因為它的價格非常的便宜以外 我覺得粉質是高過像S&M Essence的Glow to Go Essence我記得它四個顏色 那一盤大概才170幾塊 所以等於一個才大概40塊 就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SALONE這次推出來的話 一顆大概是100多塊 然後尤其是他們官網非常非常容易的在做折扣 然後就是滿額會在送東西 就我自己是沒有湊 可是如果你們要湊的話 就是醋鼻桃部 或是就是你知道兄弟姐妹 或是同事們 就是大家一起點一點 一起買一買 基本上要達到免運 非常非常的簡單好不好 我今天自己的眼皮呢 是用3號色打前面 然後後面呢 再用眉筆的顏色呢 打後面加強深邃度 然後眼窩呢 一樣是打3號色 然後這邊的眉骨呢 跟鼻樑打亮是用2號色 我覺得2號色打起來就是夠亮 但是又不會太浮誇 因為1號色對我來說 有點太誇張了 所以1號色的話 我就是示範給你們看 但是1號色我應該會送給 膚色比較白的朋友使用這樣 好啦今天就簡單 簡單跟你們分享到這裡 簡單跟你們分享說 我買了3塊平價的打亮 然後還有這3塊平價的打亮 如果是我 我用在臉上會怎麼使用這樣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自己去他們的那個官網 或是facebook 看一下他們的訊息 然後他們的instagram 也是有常常會PO出一些新品訊息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喔 然後他們近期有跟湯合作 我那天有看湯的影片 我覺得湯介紹的真的是 太棒了好不好 就是什麼冷色調怎麼怎麼結合 怎麼用在那個腮紅上啊 然後怎麼就是讓自己的臉 看起來就是更亮什麼什麼 這示範都非常的精準 所以如果你要看就更精準 更知識型的影片的話 那就可以去看湯的頻道喔 好啦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去instagram或facebook fineway4part找我玩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影片 記得就是有空可以留言跟我玩 就是我都會回你們留言 因為我覺得回你們留言 就是我人生的一個小動力 這個讓我心滿滿的好不好 好啦那就這樣了 那我們明天見 掰掰